在我們簡報的76月77月 現在跟大家介紹MQTT的 網路廣播 在bit裡面它是稱作網路廣播 希望減少專用名詞 可是實際上它就是一個通訊決定 專門給誰用的 就是這些物聯網的裝置 當然 以後大家遇到物聯網溝通的問題 就是除了能夠溝通以外 就是什麼 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 在我們網頁上面 也有一個東西叫做 SSL 有沒有 老師沒有發現現在 常常會遇到 如果你的網頁 這個地方 不是 HTTP S的 它在上面會顯示不安全 對吧 這個Google 率先提出來了 其他家的瀏覽器也跟著做 可是那個就是說 中間的過程加密 那我們現在物聯網的 這個MQTT也是 MQTT 這個通訊協定是比較簡化的通訊協定 不需要做太多的確認 但是如果你用密碼的方式溝通 資料是不是還是會被難解 因為我只要聽到 就好像我沒有無線電一樣 你用無線電講出去 只要有同一個頻率的都會收到 所以像我以前在金門當中 我是 無線電的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個加密器 那我就要加密器調到哪一個位置 我跟它一樣的 我們才可以做溝通 所以這個類型也是一樣的到底 那我們來看看這邊 在WebDuno裡面 其實它所有開發板的溝通 通通都是用MQTT 所以為什麼它可以 不同開發板透過所謂的協同 通過所謂的串聯 它可以把它兜在一起 就是用它 因此其實不是只能跟WebDuno的裝置做溝通 你跟其他裝置的交換 我們都可以透過這個 通訊協定 來完成 那一樣的 這個它官方 在簡報的77月那裡 剛剛就有一個 還算蠻完整的教學 它的概念其實跟我們用 就是那個叫做 廣播 無線電視一樣的道理 那你們看到是 有沒有發現 它可以傳送也可以接收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指定它 你要用哪一個頻道 那我接收的時候 我就是接收那個頻道 它並沒有指定接收的對象 它只是廣播出去 所以只要有聽到的 都可以接收起來 那麼 它的頻道其實有分 兩個部分 一個 就是 我就給它一個頻道名稱 這樣可以 那另外一種方式是 我建一個頻道之後 我下面再加一個斜線 下面是什麼 就是我頻道的 所謂的赤目錄 類似叫做主題 Subject 我可以同一個頻道 但是我有一個主題是跟 光線有關的 一個主題 也是開關燈用的 這樣我只要一個頻道就可以解決 不用說 發一個訊息就佔用一個頻道 不用 這樣老師了解歷史 所以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 你看 我們在 這個範例 看一下 這裡 像這個地方 我現在這個 是不是就只有一個頻道名稱 TEST 這個就是 只有用一個 我沒有加上後面的主題 我沒有加上後面的主題 因為我之前有寫過 幾篇文章 來介紹這一塊 那你們看 這裡 這個 打通 Webduno的 鄧多二麥 它開發版 以前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都夠串聯 協調控制 就是 透過這個方式去做 那麼 如果不在這上面的 沒有關係 我們一樣可以偷偷 那下面這個呢 這個是 是之前特別寫的 因為 如果你看它的官方網站 它有一段影片 是叫這樣 當我更新的這邊 手機上的 有沒有發現網頁上的會同步更新 可是如果你 像我們用它积木的方式 我只是 就是 協同 或者是串聯 很抱歉 你更新的時候 另外的裝置 其實不會更新 雖然它訊息會長過去 但是呢 比如說我按燈泡好了 我按一下 打開這個燈 我的手機上的燈 燈泡 是有亮的 可是對方的那一個 可以同步操控的 它不會同步反應 那我們透過MQTT 我就可以 像這樣子 我點到這裡 點到這個燈的時候 這個燈有沒有同步亮起來 我只是 傳一個訊息告訴他 當我打開的時候 請你這個燈泡就變亮了 不只燈要開 連圖片也要幫我更新 這樣才可以 不然這樣訊息會錯亂 對不對 OK 所以 這個是先讓大家知道 有這樣 那我之前 應該是去年吧 有個 好像是台藝大 的同學 問我 這件事情 因為 它是 像這個 因為它是 要 放在不同國家 它做的 這種表演用的 就是 我們這裡有一盞燈 他們國家 應該是法國 也有一盞燈 但是他希望他們兩個 表演藝術 它都會逝去 兩個同時 呈現了之後 我這個燈 關掉了 它會亮起來 它會關掉了 我這邊亮起來 那你要做到這樣子 如果你用串聯 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在表演的場所裡面 有時候WiFi 狀態不穩定 對不對 或者是那個串聯 如果你有比較多個裝置串在一起 你應該知道像Games一樣 中間有一個錯 只要裝置沒有起來 或網路有鐵 斷線 那你整條線是不是都不OK 所以我就不建議他用串聯的方式 他用MQTT 你看這位同學很認真 他自己畫 畫這樣子 然後呢 他自己 就 做好了 就跟摩加坡做好了 哈哈哈哈 這樣裝置就是 開了一個另外一個亮 把這邊掛亮亮 跳出來 那這個我們就要選PTT 來做更強 大概就像這樣 好 所以呢 這邊 好 像這樣 那這個就是他們自己實際真正在做的 這個 在跨國的燈跟在討論的 所以也蠻好玩的 因為 就是 他 我不確定 那時候應該是有疫情 所以 像這樣子 就可以跨國的做表演 可是你也知道 如果 今天是 表演 藝術的這些人 他又不是這種 資訊背景 他就 你說要在他用Arduino的方式來做 那應該他會改 投身資訊行列 就不會從事 表演藝術 所以我們要MGT 可以做到很多 那 既然講了這麼多 我們就自己要實作看看 好不好 來 我們試 試著做看看 現在呢 老實一樣 打開一個空白的就好了 好 我們打開一個空白的 這裡我先丟掉 就這樣 那我們現在呢 我就透過 一樣怪獸的控制就可以了 我們看到怪獸的控制 我來控制怪獸 如果我點到這個怪獸之後 我們希望他做什麼事情 滑鼠點擊 當我點到綠色怪獸的時候 我想要把他發布一個訊息給大家 那我們來看看喔 找到網路廣播 一樣是屬於擴充功能 網路廣播 你會發現 積木沒有什麼 就這三個 就是有條路的結束而已 那我把它丟出來 那我剛剛提過 我們 如果很單純的 你就可以直接 就一個頻道名稱就好 如果你要細分更多的 就是加一個斜線 就是我們網頁上那個叫做右上訊架的那個 比如說我們用 今天日期 1008 假設我現在都先同意的 等一下我發你也會收到 我就發送一個訊息 然後 OK 然後呢 再來 再來 我們來看看 我接下來呢 就告訴他 我們來接收訊息喔 點了 像這個 那我們來接收接收 網路廣播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同頻道接收 那當然他跟這個 是不是獨立的 這兩個沒有什麼關係嘛 所以我就分開 你要黏在一起也不反對啦 只是說他們兩個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我先分開好了 那我從相同的頻道 就接收訊息 那我讓 紅色的這隻怪獸講出來 好啦 我讓他從 紅色的怪獸 我們讓怪獸 把他收到的訊息 講出來 OK 這留掉 那麼 我就來這邊 接收的訊息 網路廣播收到的訊息 這樣有沒有怎樣 那我們試看看囉 你看 我把它列一下 按一下 綠色 有沒有 我這個就收 收到了 你們的有沒有收到 如果你已經有剛剛按執行 是不是也會同步收到 因為你有跟我在收聽同樣的廣播節目 所以我們兩個是同步的 你看我再按一下 那請問你 我可不可以跳一個 文字輸入的 那我直接打 我們剛剛有沒有那個 語文翻譯機 是不是可以跳出一個 所以如果我不要這樣子 我就來這邊 告訴他 發送什麼訊息 這個 我不要用這個 我希望他能夠跳出來 那我就把它變成一個變數 好我設定一個變數 那他會怎麼樣 增測 是不是可以在對號方塊 等一下 在對號方塊輸入文字 在對號方塊讓他輸入文字 然後輸入好之後 我把它 放到這邊 一樣在增測裡面 有沒有輸入的文字 但是 我就沒有用變數 不用變數沒關係 因為突然用習慣舊的 改到這邊 太簡化了 所以你看我按下去 當我點到綠色的 有沒有一個可以打 好 這裡我就打 送出去 有人寫行後的 有沒有 你看 你如果知情了 是不是都收到了 那你也可以打開看 你也可以打 所以其實我們 資料播放的過程就是這樣子 只要我的頻率切到跟你一樣的 我們的資訊就可以溝通 我來看看有沒有人輸入其他的 所以 我收到的訊息裡面 可不可以從這個訊息去判斷我要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你輸入1 我就知道要做什麼 輸入2 我就知道要做什麼 這樣是不是都OK 有人寫Hello的 你看我這邊就選字出來了 那打給我Hello 然後 要自己改一下 在偵測這裡 就可以 對到方塊輸入 然後 抓到輸入的 內容 所以他只要程式 繼續執行 那他就會繼續接聽 可是他不會確保這個訊息 一定會到達 也就是說廣播了之後 你沒收到電腦 他不會 會像我們那個TCPRT一樣 他跟你Token 我送一個封包給你 你要送我假如你有收到的 我再丟另外一個給你 他不是那種交談式的 他只是發布出去 所以這樣才會比較輕量 就是因為 這樣的網路訊息 他很單純的就是發送 接收 發送接收 這樣子 沒有在確認說到底你有沒有收到 這樣大家有沒有對MQTT的通訊協定 稍微有點概念 所以等一下我們用的手機那個上面 其實就是用這個去做 就是做口頭而已 只是你要知道 我要怎麼設定 那Webduino本身有一組 公開的 那個叫做 MQTT 7 你要自己架設也可以 老實講這個自己架設 流量不很大 因為就是文字而已 但是如果有 公開的 當然我們就可以用它 你就不需要說 我要自己架一個SERV 就跟架網站一樣 你要自己架一個SERV 是不是要自己單親 說那個 電啊 網路啊 通不通 比較麻煩 那我們就可以用它 所以 在這個使用的時候 他可能就用他的 是的 聰明 他因為這個是要給 就是 比較低年級的同學用 就是中小學用的 所以他已經把 這個東西省略掉 也沒有讓你輸入 如果你是用那個 我們標準的 Blockery 上面的Webduino那種 你就要可以自己擋 我是要用哪一台 伺服器 然後你的 使用者帳號密碼多少 那這邊他就等於有點像寫實 你就不能改 像這樣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OK 所以呢 對 我有把那個 Webduino官方的那個 應該是放在下面 這裡 在簡報85頁 這個就是Webduino官方公開 可以使用的 Webduino官方公開 他的網址 就是在下面 等一下我們會用到這個資訊 在APP上面的時候會用到這個資訊 這樣OK了嗎 在這個 80幾頁這邊 OK